一周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其实我觉得三个都还挺适合,各种场合的 对我来说应该是各种场合吧 而且我也会混着大家今天穿一个,后天再穿另外一个这样 就Remember the future 就是挺有意思的 有点像我身上的一个纹身就是写的是 Normally insane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反义的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你不可能去Remember the future but it's cool, it's cool 比较适合议会不适合言传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买的是很早以前的Superstar 很早很早以前 老板的Superstar 就是遇到好的剧本,其实我相信一个热爱表演的一个演员 是应该会愿意去为这个角色去做他的这个 做改变和牺牲的 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特攻 更多就不方便 并没有 并没有,我没有特别 我觉得那个片段就是看起来很过瘾 其实我想要干嘛的话 应该也是自己一个 也是一个新的英雄吧 对 就希望自己可以 对,对啊 我是 我觉得可以隐形好变态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飞吧 对,我不太喜欢那 隐形的感觉不太好 心理年龄就是可大可小 有的时候特别小孩 有的时候就比较大人 跟自己已经差不多吧 或者稍微成熟一些吧 大概26岁吧 就是其实有机会体验一下 这个国外的这个剧组的这些工作方式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 从来都不会说 要这个加班 都是提早收工 以前是会啊 对 所以最长时间就 不太会 对 应该就会希望能够像个普通朋友一样聊聊天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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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不会就这个了 怎么摆 就这样可以吗 呃 这个 环节要不就 要不就别摆了吧 你就这么拍我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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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